翻歌 by 得恬 翻歌 fug之丐 作词&字幕,都是 coding 所心想的剧不得 一夜苍穹归来人是一例歌 琴声不可得 天涯各奔 揉心满 天缘长久 人喜开阔 离他不远 却静不得 天际一番勇 终去远 百年后 索性思念终成歌 泪如回音寒笑着一本唱过 语情的书并没消失 心肠泪不止 消失 却总不止 流星苍穹正开阔 我似我 他一夜不甘愁带走 这世间不必多解释 若心痛人不知 如何 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你们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一出事了 一个个哑巴了 家阳公主死在我们南国 你们说 正该怎么办 皇上 燕长云身为千语卫的统领 当初深得皇上的信任 保护家阳公主的安全 现在出现死事 实属严重失职 理应承担所有罪责啊 宁国素来狼子野心 此番前来我南国 更是居心叵测 为了区区一个家阳公主 要损失我朝一元大将 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还望皇上三思啊 虽然燕统领不是杀人凶手 可是燕统领负责保护 家阳公主的安全 公主死的时候 她又在身边 如果我们找不到凶手的话 如何向宁国交代啊 皇上 皇上 宁长云不死 宁国圣怒难消啊 千军易得 良将难求啊 皇上 请皇上三思 我进去见个人 站住 领牌呢 我有 领牌呢 二位大哥 你们好好想一想 我要是没有领牌的话 怎么会走进来呢 领牌 领牌 有领牌不早说 进去吧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叶长云 叶长云 附晓晓 你怎么进来的 黄前辈 我给你带了饺子 是我连夜亲手包的 你在里面都没吃好吧 你这么小就会做饭了呀 我已经不小了 我都七岁了 我都七岁了 再说 叶娘不在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做饭的 那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包饺子啊 这不是过节才吃的东西吗 敢他过不过节的 你想不想吃啊 想 那你就去帮我打水啊 好 好 好吃吗 嗯 好吃 叶长云 这里是萧全的地盘 他们没欺负你吧 开什么玩笑 我是谁 他们敢欺负我吗 好 我知道了 他们不敢欺负你 时间到了啊 大哥 你再给我通融一下吧 这么点银子 就这么点时间 那我回去了啊 你等着我 我现在就去求皇上 来 饺子你都吃了啊 我再来看你 放了 叶长云 这宁国举兵来犯 不放叶长云 这萧全的诡计就得逞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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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同意 把叶长云抓起来啊 这嘉阳公主死在南国 而且还死在 叶长云的怀里 此事非同小可呀 朝臣的折子 铺天盖地而来 都是要正处置燕长云的 否则宁国就 那你也不能为了 给宁国一个交代 就杀了南国的忠臣啊 这没说要杀他呀 这 朕是要放了他 真的 嘿嘿 我就说嘛 皇上肯定是一个明君 那皇上 能不能借我一块令牌啊 方便我去大老里看他 行啊 来 拿着 谢谢皇上 皇上 燕统领他 正想去看看他 参见萧大人 我刚怀疑进贡的玉带香蕉 是吗 是吗 她的玉带香有问题 嘉阳公主就死了 萧大人果然是雷霆手段啊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玉带香是宁国的贡品 她里面有些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呢 据我所知 在我怀疑玉带香有问题之前 萧大人就已经阻止皇后使用玉带香了 这段时间 你一直阻挠我查案 先是诱补出月 而后杀害秦家旧部 甚至不惜害死嘉阳公主 置我于死地 可正因如此 才让我看清楚 官有之变的幕后真凶 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谜团 你早就该死 是啊 十五年前你没能杀了我 是你最大的遗憾吧 十五年来苟活于世无法翻案 这也是你最大的遗憾吧 秦也 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你就算是把我给杀了 也没有什么用 你们秦家永远是乱臣贼子 而你 连这刑务大牢都走不出去 我劝你 还是在这儿乖乖等死吧 就算皇上不杀你 我可以随便给你安个 莫须有的罪名啊 让你就死在这儿 又有谁能怀疑呢 那我劝萧大人 要尽快动手 否则我出去的话 死的就是你 我等你 这儿 这里是刑部大牢 你们千语卫来做什么呀 来做什么 我脚下是都城土地 千语卫负责保护都城安危 我们要进去 对 我们要进去 没有我的指令 谁都不能进去 萧大人留步 放皇上口谕 带他进去看望燕统领 我能不能进去呢 快把门打开 好 燕朝云 初晓 你怎么来了 皇上给了我令牌 而且他说 很快就会放你出去了 没那么简单 皇上不会轻易放了我 他亲口说的 而且他也知道 此事与你无关 可满朝文武并不会这么想 宁果也不会善罢甘休 我担心营国 会借此机会挑起战士 你担心的是国家 但是我担心的是你 放心吧 毕竟公主不是我杀的 萧全想要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只要找出凶手 和御代乡里的秘密 皇上自然会还我清白 是 知道了 我和天教会尽快查明 就你出去 微臣参见皇上 平轩 谢皇上 朕找你来是想 皇上 这是要放了燕统领吗 嘉阳公主一事尚无定论 燕统领又非杀人凶手 所以 皇上 万万不可啊 燕统领虽非凶手 但公主却因她失职而死 若无依据 就释放燕统领 恐怕会激化矛盾 扩大势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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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天椒他们查得怎么样了 不求 师姐 师父果然没有白疼你 你对师父还有一点印象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把手伸出来 师父艺术很好的 让他给你看看 艺术好还坐轮椅啊 师姐 抱歉 医者不能自医罢了 你不会到现在 连师父都不信任了吧 你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 到现在还这么有嘴花生 体内有求伤 不过这段时间 恢复得还不错 别担心 记忆能恢复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谢谢师父 跟师父回去吧 我为你好好调理一下 也好尽快地恢复记忆 师父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有喜欢的人了 他现在身陷围雨 我得救他出来 师姐 你 你真的背叛师父了 也不是背叛 燕长月现在出了事情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等事情解决完之后 我会向师父去请罪的 还希望师父莫怪 罢了 我累了 你先走吧 那我就不打扰师父休息了 我走了 师父 师父默契 师姐她这是鬼迷心窍 等那个燕长月被处死了 她赶紧就回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 等你半天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一件点事耽搁了 这是五座能拿的 血流不止 刀口形状特异 还记得这把师父 给的梅花短刃吗 挨上一刀血流不止 是她 师父 进来吧 师父 大师姐在哪儿啊 清离 嗯 她在万事阁 怎么了 师父 其实 我发现 江原公主身上的伤 是梅花三郎短刃刺的 那不就是师姐的武器吗 你是怀疑 清离杀了嘉阳公主 师姐 大师姐虽然为人小气 极度心强 但杀宁国公主 是管两国邦交 甚至会引发战争 她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呢 副小 你是在怀疑师父 下的命令是吗 没有没有师父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别多想 师父 那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瞒着您杀了嘉阳公主 师姐 你是话里话外还是怀疑师父 你要真觉得是师父 你直接把师父抓走好了 静云 师父 明天就回万世哥 看看清理还在不在 是 福祥 你放心 如果是他做的 卫师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孽图 如果真是他做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没想明白 对了 福祥 你想清楚了吗 要不要跟着师父 先回去 师父 我突然想起了 我还有一件 好重要的事情没做 我现在就过去了啊 查出来记得告诉我啊 记得啊 我 chiar si 是 是 谁 小姑娘 魏大人 行了 徐大医 您到底有没有查出来 预带箱里含不含朱银粉 自从上次 燕统领为我委派了调香师之后 我跟他们挑灯夜战了数日 过程虽然真心 说结果 有 确实含有朱银粉 但是宁国的治香手艺非常精妙 目前我还没有办法在预带箱里 提出朱银粉的成分呢 强哥 魏大人 你们也在啊 徐大医 上次你给我开的那个药 好像是起作用了 我现在对那个玉带箱 一点饮都没有了 你还有吗 再给我开一点 徐大医 玉带箱里提取不出朱银粉 鲁鱼刀身上可以吧 这个办法不是不行 我在一本医书的残篇里 看到过尿液提取法 刘医刀 快点儿 是 そう 这是 小心 那就 Spain Pride 好 空 又 雨 水 最与 果果 天 装 感 看 这里就含有朱银粉 我们宁国最尊贵的嘉阳公主 带着诚意 不愿千里抢往南国 只是为了造福两国百姓 却不想遭此横祸 无故惨死 还望南国皇帝 能够严惩凶手 给嘉阳公主的死 一个交代 这公主之死 正深表痛心 只是这凶手 还在调查之中 还要怎么调查 嘉阳公主 就死在你们千里卫统领的怀里 燕长云不是凶手 也脱不了干系 必须燕城 还请皇上处死燕长云 这 那日百姓都看到 并非燕统领所为 那为何公主死在燕长云怀里 为了确保我们公主 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我们已经传信回了宁国 如若你们南国不肯处死燕长云 休怪我宁国十万铁骑压境 你们有十万铁骑 我们南国的千语味 也不是吃素的呀 参见皇上 爱情平身 各位使者 我们南国向来是讲道理的 公主死在我们南国 我们也很痛心 当日那么多人在场 凶器却无翼而飞 从公主身上的致命伤口来看 凶器是一把梅花三棱短刃 所以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肯定是有人想在背后搞阴谋 小大人说的有道理啊 对于这种挑起两国战争 杀害公主的卑鄙之人 朕深标谴责 我们南国是一心想跟宁国交好的 没错 另外还有一事 需要宁国使者为我们解惑 别卖关子了 有话直说 抬上来 这不是刘公公吗 这怎么成这种样子啊 小刀子啊 你看 这怎么 这位是刘公公 诸位可能不认识 但是 他可是皇上身边 最最信赖的太监 皇上离开他一天都度日如年 没错 正是因为用了你们宁国的玉带香 看看 都变成什么样了 原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们说出为什么呢 我 我们怎么知道是为什么 好 那我来告诉你们 我们的太医 在玉带香里 查出了猪银粉 这猪银粉 这猪银粉 太猪银粉 在我南国 猪银粉是明令禁止的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呢 教教 皇上 这个是我们的太医 从刘公公体内提取出 因为过量熏玉带香 而沉积珠银粉成分的证明 你们远来是客 朕以礼相待 可是关于这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朕一个交代呀 本来这件事情呢 光乎两国邦交 没有证据 朕是不想拿到台面上的 可是你们咄咄逼人 我南国国父名强 何惧你们宁国 我们不主动侵略他国 但也不惧来犯 只是朕是一国之君 考虑的是一国百姓 所以才对你们以何违规 这玉带香中含有注音粉 我等并不知情 还请皇上明察 行了 行了 朕呢 也不是这般小气质 南国与宁国的通商继续 但是这玉带香 那是万万不可 为了弥补我们 南国人民受伤的小心灵 这关税方面嘛 再加两成 萧尚说 今日朝堂所议 你怎么看 回皇上 今日朝上 已经向宁国证明 玉带香内涵有注音粉 宁国此举 意图不明啊 既然他们理亏 那宁国要求朕处死 燕昌云之事 朕就不答应了 怎么 爱卿有疑义吗 臣不敢 只是皇上 这家阳公主 毕竟死在了我们南国 总得有个说法吧 朕有一个权疑之解 除夕佳节 有贼人偷盗 有眼无珠 失手挫杀了 无辜的家阳公主 咱们表达痛心的同时 也愿意将这贼人 送往南国 咱们刑部的死刑犯 还少吗 那 燕昌云怎么办 他身为千语卫的统领 玩忽职守 害得家阳公主被杀 我们总得给人家 宁国一个交代吧 交代 当然交代了 朕要重罚燕昌云 将千语卫统领换人 将燕昌云贬为数名 这样 总算给宁国一个交代了吧 也算给满朝文武 一个交代了 臣 遵旨 经查时 燕昌云非杀害 家阳公主之凶手 但千语卫负责 可保卫家阳公主安全 燕昌云有失职之罪 献贬为数名 永不录用 人海茫茫 路漫漫又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将往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母色望临散月光 护栗莎 兜兜转转 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又柔肠 情字长心脏 愁道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木马鲜意只为许你红妆 沧海间青海最难放 为你舍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醉一场 不正能与你吃爱一场 何惧风雪流淪我心放 不舍 不悔 不会是为你忠仇 若与你熟悉满至情长 这道菜叫做百里透红 因为豆腐是纯洁无瑕的 专客会期为你准备的 这个厉害了 这个叫做团团圆圆 你多吃一点 我都知道了 我在狱中的时候 你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四处奔波 还在朝堂上舍债四公子 很厉害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吧 燕大哥 是出岳无能 你在牢里的时候 出岳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对不起 老大 魏统领来了 快去吧 喂 魏统领快 快请坐 不想 叛徒不能上桌 我当这个芊语卫的统领 那是上面下的纸 跟我没关系 我是无辜的 老大 好了 你俩别逗他了 快坐下了 老大 你出狱真不是我们不去接你 是有人不让你 你快吃饭吧 来 我们先一起 欢迎老大回家 来 来 老大 谢谢大家 来 小姐 都这个时辰了 怎么还在做活啊 早些休息吧 燕大哥今日出狱 是个好日子 我想 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赠予他 也算是接风洗尘嘛 我的衣服都快完工了 等一下 你帮我给少主送过去 小姐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吗 你等少主那么多年 可他至今未给你个名分 以前没人和你争 现在半路杀出个拂晓 他们二人平日里亲亲我我 我看少主是十分喜欢拂晓 小姐怕是白白付出了那么多年 你不要胡说 小姐 我没胡说 我是替你不值 白等那么多年 行 你先下去吧 是 我 你先下去吧 你还起来 咱俩 你这下的 你肯定没什么 你肯定有什么 就你肯定是 你肯定把我这一套 你肯定去場 娶娶晦气 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新衣服 我已经晕套好了 来 附晓 傅晓 对不起 这次让你担心了 你是我的人啊 我肯定要担心你啊 答应我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那 万一跟这次一样 你有危险怎么办啊 你有危险 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危险 我知道了 我宝账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杨倩 府里的人都说你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骗我的 对不对 你还会回来的 爹爹又去执行军务了 我又是一个人在家 杨倩 我好想你 我在这里陪着你好不好 我好想你 真没想到 初月姑娘会主动找上门来 快请坐 扶晓就是杀死郭震的凶手 你觉得我会在乎是谁杀死郭震的吗 郭震是谁杀死的 萧大人自然不在意 可扶晓拿走的郭震手里的那枚玉班纸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当初燕长云没有杀福小 就是因为这枚玉班纸 我觉得姑娘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所说的这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萧大人 燕长云这么想得到的东西 难道大人就一点都不好奇 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好奇心太重对你没有好处 姑娘难道不怕惹祸上身吗 怕 但我更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福小就不应该喜欢燕长云 燕长云是我的男人 好 既然姑娘开口了 那我愿意替你解忧 雪莺 在 替我盯紧她 是 大人 难道那个班纸真的有那么重要 我担心那班纸里 藏着当年有关关友之变的秘密 郭将军乃是定国公帐下之人 你我理应外号 利用朱银粉扳倒定国公 但事成之后 将军必能得偿所愿 容生高位 郭某在此承诺 事成之后 今生今世 永不回独城 宁公皇位 就仰仗二位了 嗯 可是贤家出事后不久 协议已经销毁了呀 恭喜郭将军得逞所愿 同喜同喜 也恭喜萧公子成功铲除 心腹大患 宁国大业 还需仰仗二位 多多支持 二位 我们签订的三方协议 应该尽速销毁 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当然 大人是担心 郭震销毁的是假协议 如果扶晓恢复了记忆 拿出了那个玉班纸的话 那么燕昌云她 就会公开官有之变的秘密 看来这个扶晓 果真是留不得呀 雪莹啊 在 替我约见白亿 明白 词曲 李宗盛 人海茫茫 路漫漫游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将往 世间多沧桑 天涯隔一方 暮色望临散月光 负离伤 兜兜转转 海市当年模样 人间悠柔 长情自长心脏 转到断水水水流淌 转到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姑妈献衣只为 娶你红妆 爱情情爱最难方 曾爱尽情爱最难方 被你说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醉一场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鲜扰乱我情方 不舍 不忘 不悔 谁是为你忠诚 若与你书写满之情长 何恐世事的山高水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把你放心上 若只能与你齐爱一场 何惧风鲜扰乱我情方 不舍 不舍 不忘 不悔 谁为你忠诚 若与你书写满之情长 何恐世事的山高水长 一念 一梦 一生 把你放心上 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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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舍